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参观和座谈会为主 包括了解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听取专家介绍国家发展的最新情况等 至于重头戏与中央官员讨论正矮的会面 据了解较大机会在星期天下午进行 会面结束后访问团晚上返港 泛民一直要求同中央官员单独会面 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会继续争取 作为团长 我一定会尽力去安排到 令所有的议员都满意 令他们的要求都尽量得到满足 但当然我们也都同时要尊重主人家的意见 但是在泛民主派议员提出的 那几点要求那里 我们已经是完整地 准确地向中央政府反映了 我们未听到有任何 就是说会有困难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行政长官梁振英 也没有交代泛民的要求能否做到 只表示希望议员把握沟通机会 我认为主要是抓到的赛民 这是第一次赛民业 由于智子公里的赛民主派议 全民党的代表来 认为主席的历史公里 如果大家在历史公里 能够用这次赛民主党 这是第一次赛民主党 希望这次赛民主党 梁志英星期五会去上海会合立法会访问团 消息指他未必会全程跟访问团一起 他会安排跟上海的港人会面 也不排除单独与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会面 参加访问团的议员明天早上将举行非正式会议 听取秘书处讲解访问的详情 相关资料将在会上排发 预料届时将交代较具体的行程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柳奥报道 深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的全国政协委员胡汉清说 占领中环使中央关注香港的安全 认为应该主动尽快地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程序 我想回国平是提醒大家 如果23条是不存在的 也都没有任何初稿的 如果香港有一个感激情况产生 有什么法律基础容许有关单位维持社会秩序呢 不要说只是解放军 国家安全单位在香港的存在 是不是不要在于暗呢 占中今天这样一个活动呢 中央国家安全单位 就是肯定关注 23条是阻止你觉得是魔法 就是附建三入来的大陆的国家安全法 这个就是阻止你觉得是魔法 就不要当23是一个魔法 在天水围的德怡中英文幼稚园 下学年不会续租要停办 400多名学生受到影响 校方与家长开会之后跟进 接手办学的英译学校表示 可以接受所有受影响的学生 位于天水围嘉湖山庄二期的 德怡中英文幼稚园 以及德怡国际幼儿学校 已经经营了21年 校长说这次续租以暗标形式进行 已经将租金由每月26万 提高至每月46万元 但仍然不过续租 要在8月底停办 校舍将租给同区的英译国际教育机构 多开一间幼稚园 有家长到学校开会 表明不想转校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因为我们来这间学校排队 已经排了很多次 不想走 大家真的要正视一个问题 就是不可能有医院办几年 跟着有决 我觉得不应该用暗标 校方表示 会一连三天举行家长会 协助家长找学校 如果家长愿意 可以安排他们的子女到分校就读 最近都要去到红磅 或者大埔 家长很想 小朋友在一个同样的环境 或者同行办法观念 或者是火城里面 继续被小朋友完成那个海底 但是很遗憾 因为我们真的远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 三岁至六岁的小朋友 你没可能叫他朝朝早 搭车整个钟头 出到这么远去读书 即将接手的英译国际教育就表示 可以全数接收受影响的学生 但学费会比现在得以每年四万多元 贵超过一万元 教育局说 共有四百多名学生受到影响 至今接获大约四十名家长查询 会向有需要的家长提供协助 昨天离港 怀疑被雇主虐待的印拥 Ariana或警方安排验商 也曾经与本港的律师接触 商讨在香港跟进案件的安排 在印尼驻港总领事馆过了一晚 Ariana戴上口罩 中午在朋友和警方陪同下 前往湾仔一间律师楼 而外勇工会大约六十人 早上游行到领事馆外声援Ariana 要求警方及领事馆公正处理事件 工会指Ariana对于被安排 住在领事馆内感到不开心 他真的很爽 跟着印尼朋友 他很爽出街 跟着很多人 但是到现在印尼驻市馆 都必须要在印尼驻市馆的对面 如果Ariana不跟着印尼驻市馆 他不跟着印尼驻市馆 所以Ariana都有的好感 示威期间 领事馆大堂的灯没有开 门也锁上 访客要从另一边门进入 示威人群散去后 领事馆重新开放 23岁的Ariana去年在港工作时 怀疑被雇主虐打 回到印尼后 一度在医院留医20多天 他在星期一抵港 预计留港约一星期跟进案件 期间会接受申计检查 无线电视记者李林报导 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转到北京 与国防部长常万全举行中美防长会谈 哈格尔指中国没有权力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常万全就说中国无意与日本搞对抗 但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出动军队捍卫领土 会谈之后两人召开中外记者会 常万全在会上指 目前中国周边的确有人在搞事 在中日就钓鱼台和中非就仁爱交的争议 中国不会妥协 不会退让 也不会交易 领土和主权更不允许受到丝毫的侵犯 中国军队时刻做好 面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又敦促美国约束日本行为 不要姑息养奸 而哈格尔就指 中国没有权利在未经咨询之下 在距争议海域划设防空识别区 当中日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会协防日本 在台湾 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开始收拾场地 准备星期四撤走 法务部表明会依法追究学生的行事责任 距离撤出立法院还有不到两天 占领立法院内外的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学生 陆续收拾税袋 衣物等个人物品 立法院总务处早上派职员 到议食厅内评估损失 估计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新台币 当局继续调查34名参与反服务运动的学生 包括林飞帆和陈维婷 涉及罪名包括妨碍自由 妨碍公务 违反集会游刑法等 台大等五间大学的校长 发表联合声明 希望当局宽容对待学生 不过法务部表明对违法行为不会视而不见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没有说对学生或非学生有不平的法律 学校都很爱护学生 但是爱护学生也要教育学生 要他们懂法律 不要误以为说自己是特权阶级 林飞帆表示会承担责任 他又表示会谨励让立法院恢复原状 有关赔偿的问题也会继续商讨 至于部分占领立法院的学生 不满撤走的决定 林飞帆说已经承诺星期四下午六点离开 说到做到 无线电视记者刘阿波导 回到文港 巴西世界杯两个月之后开罗 有调查发现相比起其他的赌博活动 参与赌球的人士相对要年轻 欠占也比较多 团体呼吁政府将赌博的合法年龄 提高到21岁 并在世界杯期间加强反赌球的宣传 38岁的阿浩 15、6岁已经参与赌博活动 约10年前开始赌球 每逢世界杯赌得更厉害 世界杯现在好像被宣传到一个 就是盛事那样 四年一次 那么变了多些时间 会比如跟朋友一起出去看球 就是落巴那些 落注方面 也都会手松一点 因为沉迷赌博 阿浩多年来欠下超过200万的赌债 至四年前才决心借赌 由多个关注赌博团体组成的联席 分析由2003年10月至今年2月 6000份赌徒数据 当中赌球及其他赌博活动的人士 各占一半 而在参与赌球的受访者中 近6成是39岁或以下 其中25岁或以下占一乘一 相对其他赌博活动多近8个百分点 因为足球大家都觉得是一种的运动 但透过这个运动里面 很多的青年人他们都以为 他们很掌握运动里面的一些动力 或者他们的分析 以至到他们也都很容易去参与得到 这个足球博彩的运动 调查又发现 参与赌球的受访者欠债情况较严重 近8成欠债60万以下 人数比其他赌博活动多近8个百分点 联席认为香港应将合法赌博年龄 提高至21岁 又呼吁政府于世界杯期间 要加强宣传看球不赌球 无线电视记者李林报道 海关搜查一间儿童学习机构 怀疑使用以及售卖侵权书籍 海关在行动当中 检获的怀疑侵权书籍 主要是英文课本 以及电脑和扫描器 海关是在昨天采取行动 搜查一间儿童学习机构四间分店 检获这批彩色影印书籍 以及电脑扫描档案 行动当中拘捕了6人 涉嫌使用以及售卖侵权书籍 日本大阪市长乔夏彻 在演讲当中谈到 大阪新建的高楼大厦 可以让两三个情人生活 并且待望珠宝以及美容业 发展二奶经济 被指示鼓吹包二奶 乔夏彻强调自己只是开玩笑 大阪市长乔夏彻 日前在一个650人的商界会议中 谈到在大阪船厂打造高级住宅区时 再次失言 他说大阪的企业家在大阪赚了钱 但就居住在毗林的 宾库县高级住宅区 乔夏彻说 在船厂打造高级住宅区后 商家就可以回归大阪居住 还说希望企业老板 能让两三位情妇住在这些公寓 那么就可以顺道四机 该区珠宝店 高级美容店生意 发展二奶经济 有关言论被指鼓吹包养情妇 求夏彻回应说 自己只是开玩笑 是传媒误解意思 他没有撤回言论的意图 求夏彻去年也曾失言 指未安妇是战时维持军纪的必需制度 惹来中国及南韩的强烈不满 最终要道歉 无线电视记者李玲报道 中国女留学生柳钱 在加拿大多伦多被杀案 被告谋杀罪成 判终身监禁 柳钱的父母手持女儿的照片 到多伦多法院听取判决 陪审团经过四个小时的商议之后 裁定32岁被告迪克森 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随后判处他终身监禁 案发在2011年4月 23岁就读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柳钱 在寓所房间与前中国男友 利用视频聊天 期间镜头拍摄到一名男子 闯入房间袭击柳钱 并关闭摄影机 法医其后证实柳钱 死于机械性窒息 而在他身上找到的经验 也证实与他的邻居迪克森相符 新闻报告完了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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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接下来是一些财经消息 美国关注人民币贬值 财资市场人士认为是出口数 内地仍然会容许人民币双向浮动 人民币加快贬值 再次触动美国神经 有美国官员向外国媒体表示 关注这一轮人民币贬值潮 是否代表内地已经偏离 逐渐以市场主导的方向 情况令人担心 美国希望中国放弃大规模干预汇率 财资市场人士认为 美国选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二十国集团 本周会议前夕放风 只是想出口数转移视线 预期内地会因应经济情况 容许人民币双向浮动 人民币双向浮动 将会成为常态 过去进出口的水分会被挤出 估计未来几个月进出口数据 可能出现一定的回落 但不代表贸易状况恶化 同时人民币出现阶段性贬值 意味偿还外债需要更多人民币 令海外融资成本及风险上升 可以有效抑制楼市投机等活动 无线电视潘兹林报道 股市方面 港股崇尚250天牛熊线 中资金融股领长大事 内地股市假期后复市 憧憬有稳增长政策出台 互生股市造好 上证综合指数升近2% 横指最多升248点 收报22596点 上升219点 成交增加至738亿元 后市能够